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,大家好,今天是2019年2月25日,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,岁永元,国内的疑虑不准评论,国外的五毛铺天盖地,文章来源, 法广于2019年2月25日,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,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,法广RFI鼓励范冰冰主演的《他杀》三月即将上映,外界推测她将即此付出。 而曝光范冰冰阴阳合同的崔永元则在与最高法院院长的较量中受挫,她在当事王法官被电视任罪后不久便没了消息,威里庄律师今天发文称小崔就在家里范冰冰主演的《他杀》三月即将上映, 外界认为,这部电影的上映,应该是她在阴阳合同偷税风波后,付出的契机。 而崔永元,虽在曝光范冰冰在电影《大爆炸》中设天价阴阳合同获得成功, 但这次他与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较量却没有那么顺利,小崔在这次较量中,有可能动了党国最高级别的奶酪, 象征党国最高公信力的最高法院的丢卷怪事涉及国家机密,启荣小崔捅各大窟窿,况且千亿矿权判给民营企业,党国可能有些不舍于事。 当事人王林青法官销售了两圈的面孔出现在央视屏幕上,承认自已坚守自盗,帮他曝光的小崔也杳无声息。 为中国著名律师李庄为名的微博账号2月25日巴黎时间上午11点左右的信息说, 新电话联系,小崔就在自己家里,一切安好,大家放心吧。然而,李庄这条信息并没有平息外界的猜疑, 因为崔永元本人尚未发出任何声音,崔永元在王林青法官被电视任罪后,不于2月22日在推特贴出黑屏照片和简短留言后,便失踪。 墙内网络先少有关他的消息,崔永元的推特在黑屏下写道,今天五毛这么多,国内的疑虑不准评论,国外的五毛铺天盖地。 在节目结尾,最有我们推荐的你可能有兴趣的视频。若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,请订阅、打赏和点赞。您的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。 我们始终不办高声,我们力求直播传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